来看巩固提高部分 这一部分我的判定是没有任何一道属于拓展题 都是基操啊 必须要绘的一些内容 而且都长得非常的象征提考法 尤其是这个第二题啊 第二题呢 答案那个方法技巧性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强啊 我也这样觉得 但是一会儿呢 我会给你讲一个更通用啊 更符合线性怠数本质的一个操作方法 那么在那个操作方法下呢 第二题它就非常像真题可能出现的一种形式 所以要好好听啊 好那下面呢 我们直接开始来先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呢 它矩阵给了一大堆 是不是啊 包括它最后啊 给了很多条件和问题 这种题一定要抓好主要矛盾啊 每一步都踩在效率最高的点位上 不要去流连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啊 你比方说这个题 我呢 最后还是要求A 是不是 你要想求A啊 B给个方正 那一般我们说 你可以借助行列式 那我要先锁定B的质啊 那B的话呢 我放在这个式子里 而且夹在中间的这个Q 质我们有了嘛 它是质为2的矩阵 哎那你想 Q左右两护法 A和A的伴随 哎那如果说它是可逆的 我们喵一眼 A也非常像可逆 是不是啊 如果可逆 A那B的质 是不是直接出来 等于2 哎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赶紧先看看A可不可逆 可逆 那么B的质 等于2 接下来A直接 小A直接求出来 是不是 一步废话 我们都不要说啊 要果断 好那这样 A我们按第二列展开 4乘滑掉滑掉啊 负1的平方 是吧 这是2减0 好结果呢 等于8 它是不等于0的 好 A是可逆的啊 那我们根据 不管是伴随的定义也好 或者是伴随的质 和A的质的关系也好 一定有一个重要结论 要牢牢记住啊 叫做A和A的伴随 它们永远是同时可逆 或者同时不可逆的 那么只要A 我们一看 行列事不为0 同一次转换是可逆 是吧 伴随 马上可逆 好 一个Q 我左边乘个可逆阵 右边乘个可逆阵 不会影响到质的啊 所以你可以马上写B的质和Q的质是相等的都等于2 那B的质等于2 马上是吧 行列事最快啊 我求行列事啊 B的行列事等于0 1 2 1 3 5 A 2 5 7啊 那你不如就规规矩矩的画0 比方说我把第一列啊 3和2打成0 第一行不动 1 2 1 第二行减低行三倍 0-1A减3 第三行减低行两倍 0 1 5 好 这个时候呢 直接降接了啊 用1去乘滑掉滑掉啊 -5 再乘上 1我就不写了啊 -5 减A减3 嗯 由此推出 A等于多少呀 -2就行了 是吧 你在经过检验啊 经检验啊 你把A等于负2带进去 这个也 其实你看一眼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B 它又两行不成比例 是不是 至肯定至少是2 那A等于负2带进去 你行列事又是0了 所以至只能取2 经检验啊 A等于负2呢 符合体一 当然作为选择体 你也没啥别的可选了 你肯定总归是把CE选 是吧 这个体比较容易 那关键是效率要高啊 一定要抓好我们的目标 嗯 要聚焦啊 直接瞄准 好 那下面呢 来看第二题啊 第二题 我觉得你把答案写 选出来 不应该是一个难事啊 对吧 你就权当它是你今年 要面对的一道真题 那我说啊 你来你开始分析啊 ABCD 都是2接的小紫块 然后我说 质呢 是2 就你总不会感觉到 啊那如果我做初等行变换的话 我能打出两个零行 是不是 哎 我有两行是非零的 都是一些基本的感觉 嗯 好 或者你就说两行有用 两行多余 就你打开你的 不管是质啊 还有向量的这些感官 全部都打开 好 然后问的 注意 这个行列式 你要正确的认识它啊 它其实只是个二阶行列式 是吧 ABCD呢 它是四个数值啊 所以其实这个行列式呢 它就等于个啊 A的行列式 乘D的行列式 就对角线法则嘛 减B行列式 乘C行列式 问你等于多少 那第一反应 干什么 赶紧去举特例 是不是 哎 我们选择体赶紧举特例 排除一些东西啊 那我们最得力的特例小帮手 一个是单位证 一个是零举证嘛 那你先按最简单的去举 比方说 A你是 你看 你就想吧 我这个二乘二 是吧 我大家都是二阶的小紫块 我要想让质是二 你很容易会想到谁 我就一零零零嘛 对吧 我这样去取 那这个质不就是二吗 对吧 我这正好是两个非零行啊 这再看不出来 就完蛋了啊 你这么一看 这个质 它肯定是二 是吧 那我再解释解释 比方说 你有两个非零行啊 或者二阶子是不为零啊 是吧 就这样去看啊 好 那么你把它作为这 A B C D 那是吧 我求这个行列是一算啊 等于 E的行列是一 零的行列是零 是吧 零减零 这个行列是等于零 好 那我们又说哈 据特例 前面讲过啊 特例的逻辑在于什么来着 是不是在于排除 哎 我只是 我这是完全符合提议的一个特例啊 那你不符合我 你肯定不能做正确选项 所以这里呢 这个C 就被我们排除掉了 是吧 这样的话 把C排除啊 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种这个特例 它排除的效果不算特别好 是不是 比方说零 它依然也是A的行列是成D的行列是 啊 BC呢 也是B的行列是成C的行列是 那当然了 这五分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取得了 但是也不会太难啊 你可以稍微想一想 如果你能跨过去特例这一关 把合适的特例想对 这个题你是很容易啊 不是选C啊 是把C排除啊 就你这个题其实是 哎 很容易把这个五分拿到的 那你可以再想 是不是 就你的特例 现在就你要有一些想法 嗯 就比方说 啊 我这个质得是2 是不是啊 而且关键呢 你要 你希望它怎么样 就比方说BC的行列是啊 是吧 AD的行列是啊 那你有没有那种 就我们说好 这个 你这个质等于2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行列是 隐隐约约它向0 是不是啊 向0的话 那你能不能让对角线它的这个行列是成绩 对角线A和D行列是成绩 不为0 能不能去构造呢 你应该能想到怎么构造呢 比如说我去打造成比例的这样的形式 你看哈 比如说我前两行啊 我取个E负E 肯定有同学能想得到啊 我是比如说我取个E和负E 那下面呢 哎 我再跟你成比例 是吧 哎 这个负E和E 总归你前两行啊 你这个E啊 你这个是怎么削都削不掉的 或者你就说 你看我这有二阶子式不为0 对不对啊 这样去解释 至特别好解释啊 我有二阶子式不为0 我的质至少12 然后呢 我就拿着上面的这个E 我往下加 你看我上两行往下两行加 不信你打开试试 下两行马上能削成0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的质 它肯定就只剩两个啊 黄阶T是两个非0行嘛 我直接至12 所以这个是符合提议的啊 它是不难想出的啊 从成比例 主要是干什么呢 我为了去构造对角线非0 我这样 它不就成功了吗 是不是 哎 你看哈 首先呢 你算一下 这个行列式 它是多少呀 是不是 哎 我可以用 你看这个E的行列式嘛 是1 是不是 负E的行列式 你注意 我作为二阶方针啊 提出来 是不是负E的平方 乘E的行列式 它也是等于1啊 所以它其实是个1111 这样的二阶行列式 那肯定行列式是等于0 但是你再来看看 哎呀 太棒了 我们这个对角线上 嗯 A的行列式乘D的行列式 我一乘是1 抵不掉 负对角线一乘 1 抵不掉 对不对 哎呀 你看 这不就排除了A和B 但是D选项呢 依然坚挺 暂时排除不掉啊 但是呢 我们也把它选出来了 就取0啊 就取0 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是0 但是呢 我们成功的排挤掉了 A B 和C 所以这个体即便是 作为真题出现 不应该选不出来啊 你就努力的 举反例啊 其实你 只要你的方向差不多对 感觉能对得上啊 你不用很长时间啊 就能把它 举出来 是不是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怎么说明 D选项一定是对的 它为什么 一定啊 这个行列式等于0 我们先不看答案的那个方法 那个技巧性太强了 我最后呢 跟你解释一下 如果这样 你光看答案的技巧 你会觉得 哎呀太偏了 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近年真题 非常喜欢在什么事情上 做文章呢 就是分块矩阵 和向量去结合 哎 不信你去翻啊 你最近年年选择题都要考啊 分块矩阵 我从向量的视角去解读 你就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啊 你可以体验 你体会一下哈 当一个矩阵 你看它是四行四列 对不对 我可以看成 比方说四个列项量 好 开始进到我构建的这个世界里啊 我这是四个列项量 这是二说明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讲 它极大无关组 含两个无关项量 是不是 或者你就说 哎 我有两列可以被削成零 两列削不掉啊 那你可以想一想 哦 比方说如果A和C 它是线性无关的啊 那这个地方呢 右边两列 我应该可以被它们线性表示 是不是 哎 那你会觉得 那B和D 我线性表示的方法差不多 那似乎 哎 确实 我这个A的行列是成D的行列是 以及B的行列是成C的行列是 它们有点像 能相等 如果你能感觉到这一点 你就厉害了啊 那下面呢 我带着你 从向量的视角探索一下 这个 就是啊 更接近现代本质 但是对你也是提要求的一个基本功啊 就我们下面呢 我直接证哈 这个二级行列是等于零 其实说白了呢 也是证 是吧 A行列是D行列是 减B行列是C行列是等于零 其实也是在证 左右两边相等 是不是 相等的话 肯定它们中 应该会有一些相似的规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 怎么说啊 那首先呢 在证明的过程中 你不要看这个事情 哇 好复杂 我跟你说 你理解透了 它其实很清楚 加油跟着我搞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下面这个过程呢 我们还是希望啊 先是有能力的同学 或者你现在时间 比较宽松的同学 你跟一下 因为这种题 如果是在真题中出现 也是区分度比较高的一种啊 所以说 如果你目标分不高 你说 那其实这种题呢 也不算是啊 给目标分不高的同学做的 但如果说你的目标啊 能够在120以上的 那这个就必须要跟下来 好吧 你可以自己呢 尤其是时间紧的话 你可以跳跃好吧 但是呢 这个啊 肯定是真题 最近近年的宠儿的一种啊 这种让你思考的一个方式啊 好 那我们来看啊 那么你要证明这个行列是等于零呢 一定要先去排除一些啊 你他既容易探讨 也能帮我们后面扫清障碍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啊 你看 我们有没有一些天然成立的情况呢 那我们想从向量角度去看 那如果A啊 的行列是和C的行列是都等于零啊 他们成立就A也不可逆 C也不可逆 那么我们也就说 我们以一会儿我们想以A和C这两列啊 为这个极大无关组啊 那这个时候呢 哎 你不如就先把它讨论了 是吧 AC同时取零 那我这个式子天然成立 而只要A可逆啊 或者是C可逆 我们马上可以说什么呢 前两列一定是线性无关的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 有很多的视角 你听一听啊 首先A可逆或者C可逆 我是不是肯定有二阶子式不为零啊 比方说这个行列是啊 我有二阶的子式 嗯 它呢是不等于零的 所以呢 我的智 你看AC 我有二阶子式不为零 我的智 是不是至少是二 而且它只有两列 我的智 是不是只能取二 哎 所以说你看 我有这个 哎 A可逆 你就只看 不妨只看A可逆啊 我马上这个智 是不是一定等于零 一定等于二 那我这只有两列 是不是啊 两列 智是二 拉满 线性无关 好 这是一种视角 或者你可以从什么呢 就是哎 你看啊 A是可逆的 那么是不是A的列 是线性无关的 那AC 是不无非是把它给伸长了 哎 就我AC是把它伸长了呀 伸长了之后 哎 我变成更高纬的向量 是不是依然无关 你看很多的视角 能接受吧 只要我们 只要但凡A或者C中 有一个可逆 你不用管 这两列肯定是啊 无关的 好 无关之后 我们能推什么呢 你看啊 我这个向量组 你把它看成是四列 我这个大矩阵 你把它能想象成四列吧 你看我下面呢 我这样一画 那四列 非常清楚啊 四个列向量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可以看作 它是矩阵的质 它也可以看作是 列向量组的质 等于二 哎 向量组的质 等于二 我是不是从中 认找两个 无关向量 极尾 极大 无关组啊 我们一千题一定要上综合啊 这个现代不上综合 它都这个题都拿不出手啊 要适应过来啊 好 那么这样 A和C啊 它就 哎 我们说你 那我是不是认着两个无关的列呢 它极尾这四列的极大无关组 好 听懂了 我们继续啊 那么只要是极大无关组 我这是四列 是不是啊 那么另外两列 是不是一定能有极大无关组 现行表示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题呢 你可以把它详细的拆解写一写啊 那我就把它全拆成向量写 那既然右边的这两列 B和D 我可以表示 我就具体的把表示法设一下 你再顺着这么一推 马上这个题就得正啊 你只要敢试 你就 这个题就敢让你作对啊 一定要动手 不要干看啊 所以这里我们看啊 A C B D 这个形式 就是你看 我把它拆成四列 你看我这个设法啊 我把它拆成了四列 那其中呢 哎 我每一个这个希腊字母 这表示什么呀 是一个二维的小向量 你看能看明白吧 那么我虚线隔开的 这是A B C D 四个小子块 没问题啊 都是二阶方阵 然后我再用彩色笔 给你标注的是 它的一列一列 总共是四列 四个列向量 那我们就说 那右边这两个 可以有左边的两列 这不极大无关组吗 线性表示 好 看懂了 我们继续啊 那么也就记什么呢 这个β1β2啊 它呢 哎 那你就把表示法随便设设啊 你既然能表示 那这里呢 我们啊 这个K1K2 补一下 属于R 是吧 哎 你给它任意的实数嘛 给它组合组合 总有一款 适合这个β1β2啊 那以及呢 β3β4 是吧 也是啊 我一定啊 可以由 左边的这两列啊 给它线性表示啊 线性表示 而且我们还知道 由极大无关组表示 这个表示法 肯定是唯一的啊 唯不唯一都不重要 反正呢 我是可以表示 所以这样你重新带回去 看到吧 1 2 3 4 这四列啊 呃 那四列呢 哎 你这么写出来之后 下面你就可以把行列式表示出来了啊 那A和C的不用说啊 我们是以它们为基准 主要是B 那B你看这两列 你看B的这两列 能看到吧 我圈出来这个是B啊 它的两列是不是都是α1α3的线性组合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一个矩阵 你的每一列都是同一个组的线性组合 是不是一定可以用分块矩阵乘法 把它写成矩阵相乘形式 所以我用α1α3A 那我第一列呢 我是K1乘它 K2乘它 是不是 第二列是L1乘它 L2乘上个它 那这都是我们把上面这个结论带下来的啊 就包括你可以看右边这两列 我既然能有左边两列线性组合 那我 你看这上半部分 虚线上方 不也是吗 我是由α1α3组合起来 是吧 α1α3组合起来 就怎么看这个事 都很好接受啊 然后下面的这个D的 A 它的两列呢 是由α2和α4组合而来 而且你要注意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同种颜色啊 你比方说 我这个黄色矿线 它上下的那个比例系数是一致的 是不是 就我第三列 我由前两列 那肯定啊 因为我第三列 是整列由前两列去线性表示的 所以我系数K1K2完全是一样的啊 那其实我也是从上面这抄下来的 你就来回看 先把它看懂啊 而这个时候呢 你不妨大大方方的 把行列式表示出来 绝对抵消了 因为这是这个题的结论啊 那也就有 你看啊 A的行列式 乘D的行列式啊 它等于什么呢 A是不是就这两列 就完全顺着我们的设定走啊 D呢 是α2α4 哎 你看啊 我们说过 这都是方阵 是不是 都是方阵啊 那么方阵乘积的行列式 它可不是等于行列式的乘积吗 所以你把它分开行列式相乘 好我们继续啊 那C的行列式乘B的行列式呢 C在这儿 α2α4 B的行列式呢 哎拿下来 你看长得啊 不能说毫不相关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是吧 它们相等啊 所以这个地方 你这么一坐差 行列式等于领德证啊 你别看这个字多 但是我跟你说 它的从理解上 其实是非常顺的 是不是 你就只是说 我在把我的想法 又落实到具体的表达当中 但是其实它的想法是很顺 是我们所有同学都可以想到啊 并且呢 一步一步顺着推的方法 是吧 好我们再回想一下 就那你现在整个看这个题 就是个什么感觉呢 你就想啊 就我这个质是2 是不是 我再重新带你捋一遍思路啊 就我的质是2 那确实如果我做列变换 我最后削两列 两列怎么削都削不掉 是不是啊 那肯定有两列 能够由这两列线性表示啊 那我就不妨设 它是A C这两列嘛 是吧 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啊 我们先排除掉一个障碍 就其实所有情况 已经被我们讨论完了啊 就如果说A的行列式 和C的行列式 都是0 你还不好找极大无关组了 是不是 但是这种情况呢 它天然成立了 所以这也是做证明题 一定要先去讨论这种 平凡的情况啊 然后再往下呢 A和C啊 你但凡有一个可逆 我解释了 你们这两列一定无关 那么你们前一二列 这不就一定是极大无关组 我能去表示后面的列 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表示的方法呢 给它详细的表达出来 同时你也能想到 那确实对吧 我求这个行列是 B和D 它们带着一样的比例系数了 那我B和C乘 A和D乘 仿佛确实能有一些抵消在身上 是不是啊 那你可以试一下 对吧 那你这么一表示 表示了之后 带进来 真的抵消了 这样去看 这就像近年真题 把分块阵和向量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看到质的时候 你能不能想到极大无关组 想到向量间的线性表出关系 甚至我们后面还会说 你比方说 如果A可逆或者C可逆 也就是说我这个前两列线性无关 是不是 那其实后两列 我做列变换 它都能被我给消成零 这都是真题在考的方法 矩阵和向量 我们要去找他们的观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点到这里 希望能够让你思路 我们再打开 格局打开 好吗 格局打开 好 那这样这个方法 我们说到这里 正面的让这个事情得正了 下面跟大家说一下 答案解析的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呢 非常的成熟且高效 但是呢 它的技巧性有点偏强 其实不属于考研 对大家的要求 它其实更偏向于高等代数中 我们借助分块矩阵的一些技巧 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手法 但这里我给你点一下 来 那首先呢 D 这个二阶行列式 研究的问题是一样的 以及我们讨论的次序 也是一样的 就如果A的行列式 和B的行列式都等于0 那么你带进去 这个行列式D等于0 那如果A行列式不为0 或者B行列式不为0 我们就不妨设A行列式不为0 那其实呢 我们在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对角化 那其实B的行列式不为0 我们也可以有 同理的画法 那这里呢 我们就以A的行列式不为0 为例啊 它其实呢 是分块矩阵的一个 对角化的固定的手法和结论 就只要A是 左上角这个A是可逆的啊 我能马上画出 就右边 它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 分块对角的形式 下面这个D减CA逆B啊 这个形式都是固定的 那包括我这个地方 单位阵E啊 就这个这里呢 我们要求是什么呢 就在原题的 分块矩阵的左右两边 一定要给到的是可逆的矩阵啊 是可逆的矩阵 而且呢 它们这个行列式都是1的 这样的一个三角分块阵的形式啊 这个呢 叫分块矩阵 它的对角化啊 但这个地方呢 它并不是考研的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 没有要求说 你要掌握好这个东西 而且像这种处理分块矩阵啊 我自己啊 把这个分块矩阵做拆解去化解 这个都不是考研要求的重点技能 所以说呢 就是有能力的同学 你可以吸收一下这个结论 咱别复习篇了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啊 嗯 我直接跟你说 怎么去记这个结论啊 那你做题的时候呢 有用的时候可以用 好吧 那就说呢 你左边这个矩阵 它一定是个下三角分块阵 那么101 你先在这站好位啊 就我教你怎么记这个形式 然后右边呢 101在这站好位 它是一个上三角分块矩阵 好 那右边我们希望拿到什么呢 是对角分块阵啊 是对角分块阵 至于对角分块有什么好处 一会我跟你说啊 我们先看它是怎么来的 那这样站好位之后呢 你左下角和这边右上角 你就不用专门去背了 我们大脑啊 你到考研要记那么多东西 我们没有那么多容量啊 所以这里呢 你可以直接啊 你就想 你就想 哎呀我这个左下角 我这要构造出零啊 那我要构造出零呢 啊我这已经有一个C了 是吧 A去乘 那么谁加C啊 我A乘上谁 加个C 能出零矩阵呢 那不就你自己构造吗 负的CA逆 你把A乘过来 是不是 哎 负C加C等于零 就你这样 就把左下角的这个 给填补上啊 以及呢 哎像右上角这个矩阵 也是一样 哎你就开始想 哎那我右上角 我和这个第一行去乘啊 我要加B 那怎么样 我能搞出个零矩阵呢 这都属于叫打动法啊 我希望最后呢 我的归宿能出个动 出个零啊 那这个时候呢 哎一想负的A乘币 你就把这两个位置呢 填上了 但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说 它其实不可能说 直接考试考你啊 而且平常做题 也没有什么机会用 所以说呢 你可能过一阵又忘记了啊 但反正有新的同学 你记一下 那比如说遇到这类问题 我们可以多条路 啊 好 那但是呢 那我们重点 还是掌握上面向量的方法 这个是考试的重点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画分块对角针啊 因为它的质是很清楚的啊 首先呢 我这个左右两边 你看我刻意的 在给可逆阵 是不是 说明哎 我对角画后这个形式 和原本的ABCD这个形式啊 它们的质 肯定是完全一样的 而分块对角的质呢 特别清晰 是什么来着 叫做 哎 你看我直接写质哈 它的质呢 等于的是 这个也是近年考过的啊 A的质 再加上就这两个啊 对角线上的 质块的质啊 相加 好 就A的质 加上D-CA逆 B的质啊 那我们知道 中间啊 这个ABCD的质 等于2 A又是可逆的 质拉满了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右下角这个质 只能取0 是吧 2加0嘛 你只能取0了啊 哎 就这么去看 那么什么叫质是0 一个矩阵 什么情况下叫质是0 当且紧当 你是个0矩阵 你没有一个 原啊 就你所有元素 都是0 那么这个时候 你质才是0 也就有D呢 由此得到 C A逆 B啊 那因此呢 你要求的这个 原来的行列是呢 你等于什么呀 是吧 这个啊 D这个行列是呢 也等于啊 那 看这个提设 是吧 A的行列是 乘D的行列是 啊 那D的行列是呢 你可以替换成 C A逆 B 这个形式啊 减B行列是 C行列是 那么乘机行列是 全部化开 你看A和A的倒数 抵掉了 哎 它其实最后 还是会出现一个 两项相等的 这个形式 是吧 行列是等于0 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 大概就知道 它是在干什么 但是我还是说啊 首先要掌握的 一定是举反例 你再去想一想 这个举反例啊 你能不能从 要么我借助E和0 要么呢 哎 我尽量不要有0 是不是 然后但是我能构造出 成比例的形式 顺利的排除出D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向啊 那么第二呢 你能不能从向量的角度 我给你啊 解释的每一步都非常的仔细 那么你看你以后 就你自己能不能推出来 其实这个都不需要说 我一开始就向量这个方法啊 不需要说 你一上来就想到最后一步 反正你就推嘛 对吧 走一步 看一步 最后肯定能出来啊 因为它这个结论是给你的啊 就你肯定能出来 嗯 那么最后呢 矩阵这个方法 有能力的同学呢 哎 你可以稍微的吸收一下 那么可以在一些题目中帮助你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啊 数一 这个是数一单独的第三题 但是数二 数三都能做啊 数一其实在考试当中呢 他会非常喜欢把 哎 我们这个方程组的问题 和像空间解析几何啊 平面解析几何 相结合啊 那么这道题呢 它是平面解析几何 所以数二数三做起来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这是平面上的三条直线 是不是啊 然后说三条直线相交于一点 那其实线性方程组 也是有几何意义的呀 你比如说我每个方程 是吧 它也可以表示直线的方程 所以说三条直线相交于一点 我们几何上是这样看的 那么从代数上叫什么 那是不是叫方程组怎么样 有唯一的解 那么焦点嘛 这个焦点 XY不就是这个三条直线 方程组交成的那个解吗 哎 所以这个要知道啊 叫做线性方程组 有唯一解 有唯一解 他问的是 你这个充分必要性 那我们可以直接说啊 当且紧当 你得看一下这个A是谁啊 哦 A是它的细数矩阵 嗯 OK 那有唯一解呢 叫做A的质 是不等于A拼上 比这个增广的质 等于2 2呢 是位置量的个数啊 你是和位置量的个数去比 你别比错东西了啊 好 那么我和 我再和谁去比呢 我是不 你看他要问的是 A的质 等于2 这件事情 那推出关系非常明显啊 我上面啊 你有唯一的解是吧 相较于一点 当且紧当 唯一解当且紧当 A质等于增广 质等于2 你肯定能推 A的质等于2 但是回推呢 A的质等于2 你怎么推连等 对吧 好 那么最后的一个障碍在于 你能不能把充分必要性 判断准确 这个300题的时候呢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是不是 来再来一遍啊 来你读啊 叫A的质等于2 是上面的什么 那我说过 你就看箭头和箭头的尾巴 是不是 箭头指向的这一方 叫必要 那么看他成不成立啊 哦 他是 他RA等于2啊 他这个条件 对吧 我要问的是 他是 那么他是被箭头指向的 说明必要的这条路呢 是通的 是必要 对吧 然后他往别人的推啊 往上面这个形式上推 我推不出 那他是作为屁股啊 作为尾巴充分的这一头呢 不满足 所以他不是充分的 所以读做A的质十二 是必要不充分的条件 这样呢 我们一选 什么选的是C 逻辑把它想清楚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接着说啊 来 数一第四题 数二数三 第三题啊 像这种 我研究这个质的问题 其实呢 之前啊 我们在强化训练部分呢 也有类似的是吧 就你要开始往特征值啊 往相似对角化啊 这块去靠了啊 好 那么这个题我跟你说 都属于机操啊 后期都属于机操 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好 你来看B呢 它是一个十对称阵 能看出来吧 十对称 所以一定可以对角化 嗯 那么可以对角化的话呢 它相似的是谁啊 是不是就由它特征值 拼成的那个矩阵 所以这个题你可以先 你就先盘一盘 你想用什么思路去做 先别门头写 我先带你盘一盘 好吧 那就说A和B相似 B嘛 你是十对称阵 你可以和对角阵相似 所以其实我一传递 A不也和这个对角阵相似的吗 是不是 而我们说啊 你研究质 那其实我们说啊 你一个矩阵 我们一会儿马上会说啊 你和一个矩阵相似 那么你们的多项事 是不是也是相似的 比方说A和对角阵相似 那么A简易呢 我也是 哎 我就马上换啊 它能和这个对角阵简易相似 所以你看B都知道了 B的特征值知道 所以这个对角阵是可求的啊 而你看我继续相似 A简易和对角阵简易相似 这都能写出来 它长什么样 是不是 至显而易见 至大家也都相等 所以这个肯定能出来啊 所以首先呢 我们可以从对角化啊 直接把它相似的 那个对角阵写出来 我们来解决问题啊 好 那下面呢 跟着我的 我的这个节奏走啊 刚才说的是个整体思路 那下面呢 我们详细的写一写 最后再回来盘一遍 这样这个题呢 基本就说透了啊 好 Lambda1-B啊 它等于 这个Lambda 就写主对角线啊 Lambda 这Lambda-3 Lambda加1 然后Lambda-2 然后这给到负2 负2 好 行列式这么一拉啊 等于呢 这写的是B的特征方程啊 等于 特征多项式啊 等于的是Lambda 乘Lambda-3啊 剩下的部分 你这么一减Lambda方 减Lambda-2 好 再减4 那这是Lambda方 减Lambda-6 是吧 I-6 减6之后呢 你给到一个 这Lambda-3 嗯 Lambda-3 再乘是不是Lambda加2 好 得到这个结果 OK 这样是Lambda-3 乘Lambda加2 让它等于0 好 那这样的话 B的四个特征值 是不是一清二楚 好 为了一会儿 我们写对角阵好看啊 我们这样 先让非0的 写在前面吧 Lambda-1 等于Lambda-2 等于3啊 Lambda-3 等于负2 最后一个Lambda-4 等于0 所以呢 它相似的那个对角阵 是吧 因为你是实对称阵 一定可以对角化 而相似的对角阵呢 一定是由你 特征值 拼乘的矩阵啊 这个不着急 我们到后面 它真正做主人的章节 我们都会讲的非常详细 重新带你过一遍 那这里呢 是底子还不错的 有能力的同学 你先跟 不行的话 你就先放着 等你后面 那几章都搞定了之后 你再回来看一样的啊 好 那这A B A 相似于33 -20 这个形式 好 那下面呢 操作开始啊 你关心的那两个字呢 好 一个呢 是A-1 是不是啊 那我们用的 就我刚才跟你说的啊 基本的结论 两个方阵啊 A和B 如果相似呢 那么他们的多项式 一定也是相似的 基本操作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A-1 A-1 我也就相似于 马上把它换成个 Lambda-1 而Lambda 这个对角阵-1 你是可以求出来的 是不是 哎 我全都对角线-1 3-1 2 3-1 2 -2 -3 0-1 -1 好 而且我们说啊 相似是不是质是相等的 那我这个对角阵的质 一看拉满了是4 是吧 那A-1的质是4 多么的清楚啊 根本都不难想啊 A-3E 好 它呢 等价到的是Lambda-3E 等于也是一样嘛 你都可以写啊 减去3 是吧 哎 你看 这不质就出来参差了吗 3-3 0 0啊 -2 -3呢 是-5 0-3 是啊 3啊 0-3啊 是-3 是吧 这样质是不是也出来了 由此你就写吧 这个A-3E的质啊 加上A-1的质 等于什么呀 哎 它和它相似矩阵嘛 质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质呢 是2啊 加4等于6啊 这样的话呢 直接选A 没有任何问题 就我们每一步 我们不是在举特例 我们就是在正儿八经的推 做大题 你让我证明 你让我计算 也是这个步骤啊 可以把它平一平 而且你会发现又简洁 是吧 又严谨啊 其实我觉得会比 相似对角化 可能直接看 有的时候还稍微 哎 好弄一点 因为你有的时候 你看这个重述啊 有多少个无关项链 还要N减 一会儿可能 就是你哪怕很清 很清醒 但是还会觉得 有点心理压力 是不是 但是相似反正就很直接 我各种玩对角阵 啊 这样反正毫无心理压力 然后 so easy的做出来啊 所以其实 如果是可以对角化 我肯定是首选 第一个方法啊 那当然呢 第二个方法呢 在求制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直接的 是吧 那下面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法二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什么呀 而且我跟你说 法一它更通用的点在于 我不仅是A减E 如果我改成什么 A方减A 你不觉得我照样 我通过对角化 还是能够研究制 这是法一它更普世的地方啊 当然呢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题 A减E啊 A减3E啊 它的形式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哎 玩特征值的那个形式 是吧 比方说呢 如果Lambda啊 它呢 是A的特征值啊 那么 我们 会去找一个 什么样的形式呢 是不是叫 哎 当且紧当 就我们看它叫 Lambda E减A行列式啊 和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 反过来写 是吧 A减Lambda E行列式 等于0 这两种写法呢 你都把它掌握好 就你不要说 哎呀 我就喜欢左边这个 不喜欢右边 我们做小题 两个你都接受 我跟你说 做题的时候 极大的加快你的速度 它提出 不管出哪一种 对于我们来说 都很熟悉 那不更好吗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啊 所以对于这个题而言呢 你来看 比如说对于这个 A减E而言啊 它明显给的是一个 这个什么形式呢 那你看这不就A减LambdaE吗 你必须是特征值 我这个行列式才是0 才可逆 你 哎 那E是不是特征值 这个题不是特征值 是吧 哎 它这个Lambda等于1啊 不是 不是A的特征值 好 所以不是特征值呢 马上 那A减 你看Lambda 是吧 减去1乘上E 这个行列式就不等于0啊 这不就对上了吗 A减E的行列式 不等于0 行列式不为0呢 我们就满质啊 A减E的质 等于4啊 其实同样的技巧 我们在前面判断 矩阵可逆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这个事情啊 说过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啊 我这个地方 反正我一看这个形式 往特征值靠 哎呦 你只要减的 它不符合特征值的形式啊 马上可逆 如果A 它正好是特征值 哎 比方说 A减3E 这个3 是特征值 那我们再重新分析 它到底质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接着说啊 那对于这个题 如果我想再分析一下 A减3E这个矩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用到可对角化的这个结论了 因为这个题呢 我们也是由原题可以推出 A呢 是相似于对角阵的 也就叫做 可以对角化 好 我们复习一下 可对角化的冲要条件 是什么呀 就我可以对角化 当且紧当的 A恰有N个无关的特征向量 那其实我们知道啊 A其实你是个N接的A啊 你是个N接的方针A 你是有N个特征值 是不是 那其实你最多也就N个无关特征向量了 意味着其实你每个特征值都要拉满啊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 叫K重特征值 是不是至多有K个无关特征向量 比方说你是二重的特征值 你可能有一个无关特征向量 也可能有两个 但你最多有两个了 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啊 所以呢 那你如果想对角化呢 那么要求必须是你特征向量全部拉满 嗯 那我们还有一个基本常识啊 对于单重的特征值拉满的 是不是一定是恰有一个无关特征向量啊 啊 因为呢你单重特征值 你首先你至少得有特征向量 你没有特征向量 那凭什么说你是特征值啊 你得有特征向量 才说你是特征值 这是一个啊 但是它也最多 因为它只有一重 那么它拉满了也就一个无关特征向量 所以一定是恰有一个 所以单重特征值 它一定是可以拉满的达到这个 哎 我这个符合要求 是不是 所以关键是看这个K重配不配合 想起来了吧 就看这个K重特征值 你是不是恰有K个无关特征向量呢 比方说你是个二重特征值 如果你拉满啊 你恰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OK 那如果每个特征值都能乖乖做到这一点 我就有N个无关特征向量啊 那么你怎么看呢 你就还是你可以看这个质是吧 它对应的是基础解析 那这样我们在题目中再说啊 你看那我们下面回来啊 对于A减3以30特征值 那么既然A呢是可以对角化的 这是个大前提啊 所以呢你要看lambda等于3啊 它呢是A的二重特征值 那么你要想做到对角化 一定是冲要的啊 当且仅当什么呀 你必须要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你是二重 你就要拉满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啊 所以对应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那么什么叫无关特征向量啊 无关特征向量 它是不是求就特征向量是求解 是不是求哪个方程的解呢 就是这个A减3E啊 它呢乘X等于0 或者你写3E减A 其实这两个方程解都是一样啊 就3E减A 但对于这个题就反正你顺着写嘛 是吧 A减3E X等于0 那么其实就看它的基础解析 是不是啊 你有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那说白了就是 你的基础解析里面 有两个无关的解 我这提前把后面的知识 再给你像基础般一样啊 重新带着你拉一遍 复习一遍 基础解析 有两个无关的解 那么有两个无关的解呢 那说明 什么叫有两个无关的解啊 什么叫做 那基础解析里面解的个数 不就是N减去系数矩阵的质吗 N减A减3E啊 那这里呢 N等于的是次阶 是吧 减去个啊 A减3E这个质 等于什么呀 我要的是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两个无关的解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A减3E的质 等于2啊 我们说了半天 其实都是在给你解释他的道理 其实做题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很快的 是吧 你就开始想嘛 啊 我可对角化 OK 可对角化 那你这个是二重特征值 一定是拉满的 你有两个无关的特征向量 好 那么继续 两个无关特征向量 马上想啊 对你作为系数矩阵 你有基础解析 两个无关解啊 那么以及N减去 哎 我系数矩阵的质 两个对吧 所以质等于2 这马上能出的来啊 这个我们都是到后面 我到这个相似对角化 特征值特征向量的章节呢 我再跟你详细的 把这个事我们去推一推啊 你也可以跳过去看一看 如果更新的话啊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用 好吧 然后顺便给你做个简单的解释啊 行 那这样我们这个质呢 也是可以求的啊 这也是可以求的啊 也就有这个A减E的质啊 加上A减3E的质 等于2加4啊 等于6 这不也是一样选的A选项吗 是吧 嗯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A选了啊 来往下看 数1的第5题 数2数3的第4题啊 我们设A和B都是三节矩阵啊 那么其中A呢 要给了个参数啊 就这个题拿到手呢 没有啥头绪 就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你可以先从这个题目啊 题杆当中呢 去嗯 挖一些可能的方向啊 比方说他给了你B不等于E 这种条件一般是给的啥呀 我们前面也用过类似的 是不是 叫做其实呢 是B减E这个矩阵 它不等于0吧 对吧 哎 那B减E不为0 那可能你搞质的时候有用 所以说你看旁边这个形式 那8成我还是得把B减E搞出来 是不是 以前又不是没搞过啊 所以这里呢 试一下啊 AB减A加B减E等于0 嗯 这不有B减E吗 哎 这不有B减E吗 是不是啊 所以你这样一提啊 左边AB减E再加上B减E啊 它呢 也就等于一个 你一提A加EB减E等于0 是这个形式 哎呀 终于等于0了 之前还都挺可腻的 是吧 反正等于一个0矩阵 我把B减E弄出来 那非0这个事情 它肯定哎 感觉跟质搞在一起 有戏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来啊 说一下啊 你这两个矩阵 相乘等于0矩阵 老梗了 是不是啊 这两个质相加啊 A加E的质 再加上B减E的质 怎么样呢 是不是 相乘这个质 小于等于3啊 好 那么因为B减E的质 哎 你看啊 我们说不为0吗 不为0 这不马上 你看就跟前面 很多题都很像啊 因为B减E的质呢 你不为0 这个B减E你不为0 所以质呢 大于等于1 我们要的就是它 我就但凡你的质 能大于等于1啊 马上A加E的质 我就拉不满了 是不是 我质小于等于2了 行列是等于0 我这题不就出来了吗 原来是 原来是这样走的 所以我们 你看一直在顺水推舟嘛 所以A加E的质 小于等于2 好 那么由此 A加E的行列是 你一求 22135A123 是吧 你把这个E和A一加 A反正都知道了嘛 结果呢 是13-2A等于0啊 由此A等于2分之13 那选择题嘛 2分之13 好了 选C就行了 嗯 选C啊 好 当然呢 作为这个 你再要继续推 是吧 那A等于2分之13 就符合提议嘛 我们说 对吧 A加E的质 光是小于等于2嘛 能不能有一些 更精确的结论呢 其实也有 是吧 就反正这个题 A加E的质 小于等于2 那对吧 那我要符合要求的话 你要把很多事情 再落实一下 比方说 A加E的质 到底是多少呀 能不能有个准化呀 那是有的 也很简单 你说A加E的质 我能等于1吗 不可能 是不是 肯定刚好等于2 因为这个 A加E 它只有 就只有一个 A不确定了吗 其他都能看到 那比方说 像A加E这个矩阵 它肯定有 二阶子是不为0啊 对吧 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啊 它有 二阶子是 二 二 三 五 是不为0的 所以A加E的质呢 你肯定是要 大于等于2的 至少是2 这样综上呢 A加E的质 只能是2 所以A等于2 二分之13呢 没有任何问题啊 它就合体嘛 对吧 我带进去 你的质有体 也得是12啊 这个A加E的质是2 跟A没关系 就你A怎么取 我这个A加E的质 对吧 你A对吧 你只要 你A只要保证让我 行列是等于0 让我不可逆 我A加E的质 绝对能帮你保住 我是等于2的 所以这个题整个 它就是非常自洽 没有任何的矛盾了啊 好 那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A加B的质 等于3 它有什么用 其实这个条件 是有点多余 可能甚至还给我们造成的一些 额外的干扰 是不是 它其实有点多余 因为这个条件 它多在哪里呢 多在A给的太详细了 它A已经这个质 都大于等于2了 所以其实A加B的质呢 它等于3这个事情 有点多余 没啥用 所以其实这个条件 删了都没关系啊 那只是说 如果A没有给到那么详细 我们不看什么A加B的质 等于3都能知道 这个A加E的质 一定等于2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要把这个处理方法 也稍微了解一下 是不是 我A加B呢 可以用于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拆成什么 A加E 加B加E啊 是吧 然后小于等于 拆开的质啊 就这种处理手法 这个题可能用不到 但是你放在别的纯抽象问题呢 A是其他情况呢 那可能又用到了 反正我们就虚心学习 是不是 好 那这个题过去啊 过了来 数一的第六题 数二三的第五题 接着搞特征质 因为矩阵的质啊 因为质是无处不在的 六大张啊 六个大张啊 九讲 它都是要用到质 所以说它和哪一张结合 都不奇怪啊 好 比方说我们啊 看A呢 是三接方阵 三个特征质 哎 来了 A不相似于对角矩阵 然后呢 让你看E-A啊 A啊 是吧 而且你可以看到 E-A呢 相当于是LambdaE-A 它研究的是 E这个特征质 那么A呢 A相当于是呢 A-LambdaE 它是不是又在研究 零这个特征质 它相关的 那个质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你看它和对角化 这不又对起来了吗 你看刚才我们说 你可以对角化 那么E-A 你可以自己想啊 它作为一个 这个 我如果可以对角化的话 E-A的质 是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 哎 我这个质 应该是等于1的 就我要解出的那个 基础解析 得有两个无关解析量 是吧 它能够确定出来 那么不相似于 对角症 这个质可不可以确定呢 依然可以确定 因为我依然可以确定 它这个E到底有几个无关特征相量 有几个呢 来你开始想 我这个E 你看Lambda等于1 它是二重的特征值 来 你说吧 我不能对角化 请问这个二重特征值 它要有几个无关特征相量 答 只可能是一个 对不对 因为我不能对角化 而且就是 注意啊 我零作为单特征值 它是一定 恰有一个无关特征相量的 单根 你永远省心 不要去管它 恰有一个 是吧 无关的 其实也就是非零的 特征相量 唯独这个重根 需要你操心 我不能对角化 就是重根出问题了 它达不到 两个无关特征相量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 或者零个 但不可能是零个 特征值 必须要有 所以说呢 它一定是有一个 无关特征相量 所以这个质 能不能确定呢 质 那肯定 也是可以确定的 是吧 所谓有一个无关特征相量 再写一遍 就是E 减A X等于零 是吧 这个方程叫什么呀 它的基础解析 有一个无关的解向量 好 所以你有一个无关解 那你几个无关解呀 是不是用N减去质 这是基础解析的 无关向量个数 N减去 系数矩阵的质 三接N是三 那么减去质 E减A的质 等于要一个无关的解 由此推出 E减A的质 等于2 那我只要确定解的个数 确定无关特征向量的个数 我就能确定这个质 你看你有没有想到 非但 就不是说只有能对角化 我能确定质 不能对角化 但是我一传 还是能确定质 还是能确定 无关特征向量的个数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0是单根 是吧 0的话呢 就说明它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无关特征向量 是吧 也就是这个N呢 减去R 你可以这样用 看A减去个0乘上E 是不是啊 那么它呢 等于个E啊 就R 就我要搞R E那个事情了 或者我这样换个顺序 也行 是吧 就0乘上个E啊 减A 它呢 是一个无关特征向量 因为0 它是单的特征值 单特征值 那么它一定呢 是恰有一个 无关特征向量啊 那也就说呢 我可以推出 是吧 这个啊 这是3 N等于3啊 是吧 3减去R啊 负A这个值啊 负A这个值呢 等于1 由此呢 我们可以推出 那负A的值 其实也是A的值了啊 等于呢 等于的是2啊 其实我跟你说 我现在是带着你 把这个事儿详细的 从解的角度推一推 其实后期啊 你熟练了之后 就像我们前面 这个结论一样 是不是 你就你看哈 我KI重特征值嘛 对吧 N减去这个值 等于KI 所以你其实想一想 这个方程啊 它的这个 根据无关解的个数 你就不难去找到 它的值 是吧 比方说啊 你看对于1 这个特征值来说 你就想啊 它有一个无关特征向量 那其实我肯定是 有两个非0行 能想到吧 我就我肯定是 两个非0行 我空一个0行 那么我从解的角度 哎 我才能只解出一个 我解不出两个 是不是啊 就你找这个 自由位置量啊 约束啊 其实可以开动 很多的想法 去想这个问题 再比方说 那0也是啊 对吧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之前求特征向量的 一些过程啊 就我这个地方 0你是单特征值 单特征值 你每次求 那个特征向量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两个非0行 你才能确定一个 无关特征向量 是不是 所以质肯定直接是 就这个后期的话 你其实 这都显然啊 很快就上去了 那么这样呢 把质一求哈 1-A的质 加上A的质 等于4 OK啊 好 让我们继续 来数1的第7题 数2 3的第6题啊 巩固的最后一个题 这个题其实没什么 就是个死算啊 这个第一问呢 哎 我都懒得起了 你自己看核对一下吧 这个α是站着的 列向量啊 β是躺着的 那么你按照 这个比例去写 是吧 就相当于是呢 你看我每一列 对吧 我都是B1相当 BI相当于一个 比例系数 我DI列这样 乘啊乘啊 对吧 这个列 把它排排好啊 然后α转至β 这是个向量内积 它是一个数值啊 好 那么第二呢 来质的事情 我们说一下啊 前面呢 我总是提 你看向量相乘 我总是说 质1质1 其实就意味着 它的质呢 肯定是1 是吧 嗯 当然前提是什么呀 你必须是两个 非0向量去乘 那但凡你们其中 有任何一个向量是0 它都得是个0矩阵 是不是 那么两个非0向量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它其中 你看我所有的元素 必须要相遇 那么你只要每个向量中 有一个非0元 你乘在一起 这个元素 它就不等于0 是吧 所以它这个矩阵 肯定是非0矩阵啊 那这里呢 我更倾向于 用质的角度去说啊 嗯 它看上去呢 会就比较好说明 是吧 比方说呢 因为α不为0 β不为0 那我们也看到了啊 αβ转质 这个矩阵中呢 一定有0元素 它非0 那么为什么质一定是1呢 我们给它撸一个 不等式的串串啊 也就有呢 我既然啊 非0 所以αβ转质这个矩阵的质 它大于等于1 R 来了啊 我们前面说一件事情 我拿着它和谁去比呢 你说它的质 是不是一定小于等于α 这个向量的质 为什么 质越乘越小 复习一遍啊 质是越乘越小的 所以我乘机矩阵的质 一定小于等于 我任何一个向量的质啊 而这里呢 向量的质 它不 这个我们说啊 都不是小于等于了 它已经等于1了嘛 非0向量 你就一列啊 你的质是1 是不是 哎 我夹住了 所以这个质呢 等于1 你从质的角度去思考 就非常的顺啊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这样想 我的各行或者各列呢 它其实都是 我们说过成比例嘛 它是个倍数的形式啊 那既然成比例呢 你只要 爱是非0列向量啊 你这一列不全是0 那其实你 列和列之间抵消之后 最后只会剩下一列 我的质是1 这样说也行 但是不是特别透彻 是不是 就你只能 你得去想啊 但是如果用 质的不等式 它其实就把这个事情 说得很清楚了啊 好 那下面呢 第三问 做一个顺水推舟 你看着 哇 好高级啊 这个第三问 这有啥就算呗 是吧 好 你先看一下啊 那让你证 C转制C 那C给你了 你就推一推 看看C转制C 是个什么东西啊 好 它等于 1-alpha-beta转制的转制 是吧 这C的转制 再乘C啊 1-alpha-beta转制 好 那你把它转制 可以进去 分配进去啊 1转制 还是单位正义 它是对称阵 减 alpha-beta转制 再转制 这还是当成矩阵成绩 是吧 那我换过来 是beta转制 再转制 就这样写啊 是吧 alpha-beta转制的转制 等于 beta转制 再转制 alpha转制 所以它是一个beta-alpha转制 这个形式 是吧 你就这个 其实拿眼一看就出来了啊 再乘 1-alpha-beta转制 好 那我们继续 这样1和1去乘呢 这样得到1-alpha-beta转制 -beta-alpha转制 再加上呢 从左往右顺着乘啊 beta-alpha转制 alpha-beta转制 好 那么这个题想研究的是 c转制c 它肯定是简化了 或者换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1- 它说1-beta-alpha转制 -alpha-beta转制 这是这个题问的 是吧 再加上个beta-beta转制啊 他就说 哎 我希望这两个是相等的 那么你观察一下啊 上下对齐 1和1相等 alpha-beta转制相等 beta-alpha转制相等 哦 唯独最后这一项 是吧 那么他们相等呢 有同学可能 哎 很机灵 哎 对 alpha-alpha转制 我先成 没错 你这个内积等于1 是吧 要想相等 必须alpha转制 alpha内积为1 因为你等于1嘛 反正你可以提前 但是这样说不够清楚啊 因为呢 你要 你一定要想一个事情 就是beta-beta转制 这个矩阵 你要先说好 它不能为0啊 不然的话呢 你就 你太显然了 反而它叙述的 对吧 你可能太跳了啊 所以这里呢 我们保险起见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它对齐 是吧 哎 我两事相等 那么当且紧当 哎 就所以呢 就你看我写啊 就所以 它等于这个形式 那一定当且紧当 左边 beta-alpha转制 alpha-beta转制 等于下面这个 beta-beta转制 是吧 那么建议你呢 把它移到 等号的一端 你会发现 这样说明这个事情 特别的清楚啊 你把这个 alpha-alpha转制呢 提出来嘛 因为我们说过 你做结合 是吧 数又是可以提出的啊 提前的 这样alpha转制 alpha移过来 减1 beta-beta转制 等于0向量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要用到 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因为你 当然你要 你只要提一嘴就行了 这个其实也是显然啊 这个beta-beta转制 你只要是 非0的啊 beta你只要是 非0向量 你和你的转制去乘 那肯定 你会得到一个 非0的矩阵 就我们 我们前面说过嘛 你两个向量 只要是两个 非0向量乘 你总归那个 非0元会碰到一起啊 你会得到 非0矩阵 哎 那我们前面 又有个重要的公式 我们说啊 ca是零矩阵 再来一遍啊 那是不是叫 当且紧当啊 要么呢 这个数是零 要么 这个矩阵 是零矩阵 那这里 矩阵 已经非0了 那是不是只能 这个数 等于1啊 你看这样就 好 无可辩布啊 非常严谨而完整的 把这个事 证出来了 好 那么这样 第四章 我们就到这里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